养鱼稳定大于一切 大家好,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养鱼教程这个系列的视频 跟大家聊一聊稳定对于养鱼的重要性 鱼缸的稳定一般包括温度的稳定和水质的稳定 先说一说温度 几乎所有的冠赏鱼对水温度的变化都非常敏感 短时间内如果水温变化超过三度的话 鱼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作为一个严肃的养鱼人 这个水温我们必须拿捏 想要保持水温稳定 注意好两个细节 第一就是加热棒最好全年开 即使是夏天也要开 防止阴天下雨或者开空调带来的温差变化过大 第二点 给鱼缸换的薪水要与原缸水温度相同 所以在困水桶里也加个加热棒比较好 除了水温还有就是水质的稳定 也包括两点 第一一次性换水量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如果换水量过多 水质就波动过大 鱼儿就容易生病 第二清洗过滤器时 一般只清洗或者更换过滤棉即可 滤材不用经常清洗 如果非要清洗 那就用原缸水清洗 千万不要用自然水直接清洗滤材 防止消化系统崩溃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